受到昭阳爱新社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帮助 上大学就读的詹同学非常感动 期许自己未来有成就时 也能加入昭阳爱新社回馈社会 因为昭阳爱新社让我在高中三年 都是都有他们的补助 然后让我家里有点好够一点 然后还有学费的方面也帮我很多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就是未来有能力的话 可以加入赵爱新社去帮忙回馈社 每年开学前 吉隆市昭阳爱新社都会特别办理 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发放活动 针对弱势及清寒国中高中以及大专学子 每个人五千元的助学金 希望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旧级不旧纯的原则很下 我们本会每年有三次的活动 一个是环冬送丸 然后一个是清寒助捷奖学金 另外一个是学校的奖学金 所以每年有三次 感谢大阳爱新社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不管是在疫情前或疫情后 不管是金钱方面或是物资都给我们大的帮助 然后让我们在小朋友注册的时候 都有一笔现金可以让我们使用 然后非常感谢赵阳爱新社长期以来 赵阳爱新社创设二十多年来 帮助弱势家庭和学子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为民喉舌争取建设 辅助弱势连任五届市议员 已经在8月29号选委会办理议员选举登记日第一天 第一位抢头箱登记参选 迈向第六届连任 同时身为社员的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感到非常欣慰 中秋节前期特别带着我们的中秋节 还有我们地方的休闲朋友的特色 关职有助来自赠给我们 高阳爱新社的前提我们所有的团队 然后也祝他们中秋家节快乐 除了在这边我特别要感谢游行在 反正就要即将开写的 有其对于这些比较清兰及其要想接近的 他们并不同时也不会因为疫情关系 这一次还要按照我们既定的行程 既定的发放时间来发放 特别感谢他们 有其这一次也不分年龄阶级 同一粒五千元来对问 特别在这表达对他们的本地 最近一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 总共36位每个人5000元 总共发出18万元左右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